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我国迈入地方流行病过渡阶段 并且开放边境的第三天 卫生总监丹西诺希尚以挪威为例表示 挪威在2月12日已经放宽所有的限制 但是当地的冠病死亡病例近期明显上升 提醒民众切勿松细防疫 无非继续遵守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防止外国疫情复燃的情况在我国上演 挪威上在贴文指出 虽然我们重新连接和开放所有领域和边境 但我们依然需要遵守公共卫生和社交举措 并附上挪威的死亡病例数据表 他表示从数据表可以明显地看到 挪威的死亡病例继续上升 因此以该国为例子 提醒所有的国人不要掉以轻心 务必时刻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避免国内疫情复燃的情况发生 同时重生 安全地重新开放才是前进的方向 另一方面他说 今年的摘戒月对国内的穆斯林而言更具意义 因为在国家的新冠疫情 从大流行过渡到地方流行病期间 所有领域已经开放 他透露 卫生部也和大马伊斯兰发展局合作 为在医院的年长者和病患 准备祈祷友善医院 协助他们在接受治疗时能够康复 大马涉险机构已经将官病列为职业病 并且所有与官病相关的索赔 将会被当成实验病案例处理 随着许多的员工返回工作岗位 国内经济出现积极的发展 这项措施来得何时宜 大马涉险机构发文告表示 这项措施符合政府定制的退出政策 不过在4月1号前 与官病相关的索赔仍然归类为工伤 4月1号之后 受保人仍然有机会得到工伤赔偿 不过仅限暴露在感染风险的职业 例如生物学家和卫生保健工作者 截至3月26号 涉险机构已经接获13万2988例 官病索赔案例 概括本地和外籍员工 该机构已经支付1亿3300万令吉 给通过的受保人 国内的单日确诊病例连续两天下跌 昨天新增14692例病例 当中只有79例属于重症病例 其余的14613例是第一和第二级的患者 另外昨天国内共有6129名 年龄介于5到11岁的儿童 完成两剂疫苗接种 累计38%的儿童 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 那么昨天有2383名官病患者康复 超越14692名单日确诊人数 只有一个联邦之下区和一州的 官病加护病房床位使用率 达到或超过50% 吉隆坡的官病加护病房床位使用率 维持67% 水州则路得50% 布城的官病非官病加护病房床位使用率 比前天微降7% 达到81% 水州也降到59% 卫生总监丹西诺云上说 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周数的 官病低风险隔离及治疗中心 床位使用率过半 同时指出 所有新增病例当中 只有79例为第三 第四和第五级患者的重症病例 超过一半的病患 还没接种加强针 没接种或未完成接种新冠疫苗 另外 根据COVID-19数据显示 全国共有38%或相等于135万名儿童至少接种一剂疫苗 成年人方面 67.3%或相等于1580万人已经完成接种加强剂 2300万人完成接种 以及2320万人至少接种一剂疫苗 国国已经完成两剂疫苗接种了青少年 则占91.7% 94.8%至少接种一剂疫苗 国国在4月1号起 正式迈入地方性流行病过渡阶段 同时也重开边界 墨胶部长戴杜斯·艾利森德指出 国国重开边界会带来游客 并将刺激经济领域 进而增加市场对特定商品 如食品的需求 对此 他劝请商家 不要趁着国家边界重开之后 抬高商品的物价 Alexander今天在 沙拉卫古进推荐2022年监督行动之后 向记者这么指出 另外他透露 墨胶部将在摘戒月 以及开摘戒期间 通过监督行动 加强执法与监督 他说监督行动 旨在确保消费者能轻易 以及以合理的价格 获取食品和热厂用品 同时指出 监督行动将专注在 特定地点 如摘戒月市级 开摘戒市级 公共市级超市以及杂货店 为了进一步推动 沙拉卫创意领域的发展 沙拉卫旅游创意产业 和表演艺术部 两年前已经推出了 青年创意业基金 并呼吁该住的青年 抓紧机会 在文化和艺术 甚至是创业领域大展身手 该部部长 达特斯里·阿بد·卡瑞 透露 基金总额现已达到700万令吉 申请者无需还款 同时 该部新成立了 企业家发展投资组合 想要涉及企业领域的青年 也可以申请青年创意业基金 作为生意的资本 他也欢迎 沙拉越成立青年俱乐部 来促进青年参与 该部所举办的活动和计划 我国的穆斯林同胞 今天正式进入斋戒月 广播电视台RTM 在去年的斋戒月 推出特别节目 先闲聊或开斋 Bora Dulubarubuka 广说好评 今年的第二季 将会以一个全新 以及更有趣的概念回归 这档节目将传授和分享 与斋戒月相关的知识 而且在第二季中 幸运被抽中的嘉宾 将会获得奖品 与上一季不同 本季的节目将会进行改头换面 片头据也由主持人们亲自演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如果发生在跟领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将有疑点赞 订阅 將人终于令静 抓来 但如果他们有事 更有约 他们会进行业 至于执事 至于区别的 作品 之后 而会让他们认识 他们从十天赞 我们 需要2010年的 我一切 除了个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香港新楼丹荣哥木码头今天凌晨发生火烧船的事件 导致4艘停放在该码头的渔船遭到大火狂烧 消灯源耗费超过10个小时才完全扑灭火势 庆幸没有人伤亡 至于失火原因和损失则还在调查中 根据当地的民众指出 每艘渔船的价值不少过10万令吉 该事件是在今天凌晨12点08分左右发生 博士相当的猛烈 涉及4艘渔船 新楼、丰盛港和刮来云兵三区的消防渔整救局 都派员赶往现场救援 和新楼支援消防队也参与灭火工作 新楼消整局指出 该局通过999大马晋级反定系统接获通报 只位于新楼河的丹容割墨码头 发生火烧船的事件 当局随其派出三辆消防车 一辆水操车和一辆紧急医药救援服务救护车 到现场灭火 履达现场之后 确断有4艘渔船陷入火海中 两艘为B级渔船 其中一艘烧毁70% 船只没有柴油 另外一艘烧毁80% 装有5000公升的柴油 余下两艘为西级渔船 都烧毁了85% 并个别装有8000公升的柴油 索性火患 最终并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并在今早10点42分左右 结束灭火工作 社交媒体今日疯传 新加坡游客 在柔佛州遭到抢劫 受伤了视频和照片 警方已经出面澄清 这是假消息 并表示相同的影片和照片 也曾在2014年流传 企图引起社会恐慌和疑对 尤其是对通过柔佛州 入境的新加坡游客 当局警告散播者 切勿散播不实的消息 一旦遭到逮捕 将会受到法律对付 柔佛州总警长 达特·卡玛瑞兰曼表示 无级阿曼警方在去年11月2号 已经发表了媒体声明 指该消息为不实消息 这个假消息已经引起了群众的担忧 特别是新加坡游客 散播者一旦被逮捕 可在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条文下遭到对付 闹市上演警追匪的戏码 一名非法外劳在闹市驱车时 遇到巡警 检查之后加速讨议 与警方在公路上展开追逐站 超过20分钟之后 最终被逼停 当场束手就行 而警追匪的过程 也被居民拍下之后 上传网络 引起网民的热议 近乎过程 犹如现实版的狭盗猎车手 巴达林在野警区副主任 库马·沙利曼发文革指出 巡警在昨天下午5点30分 在双西茅诺 通往各大白沙罗路段 进行立场巡逻时 发现一辆宝腾威拉轿车 行迹可疑 和拦截对方准备进行盘查 他说 现年40岁的嫌犯 非但没有按照指示 停车检查 反而猛踩油门 逃离现场 险些撞上警员 警员立刻掏出手枪 炒匪车轮胎射击 并开车从后猛追 照来同僚增援 根据视频 可以看见匪徒车辆失路道路 死胡同后 被数量警车和大型巡逻摩托 重重包围 正当其中一名警员 骑着大型巡逻摩托 急速使下匪徒车门 企图阻打匪徒下车之际 匪徒抢线一步 跳车逃逸 并在越过马路的时候 险些被撞 过程 险向还生 匪徒叫后得逞 越过对面的街道 警员从后奋力追捕下 成功逮捕匪徒途 事后将对方押上警车 带反警局做深入的调查 警方将原领刑事法典第307 企图谋杀 1967年警察法令 与移民局法令 严扣嫌犯四天 以铸查案件 玻璃市一名52岁的男子 在上个星期三 离家之后 便再也联络不上 搜据人员 在他最后出现的地点 进行了四天的搜查 直到昨天才被发现 漂浮在甲吉乌吉 南都公路水潭 并失去生命体重 一题目前 已经被送往医院 进行解剖 巴东勿杀警局主任 塞福定发文告透露 死者在上个月30号 离家后就失去联系 其妻子在隔天中午 12点09分到警局报案 警方随后展开调查 有民众指看见男子 在家机五级出现 搜救人员便在 那里附近的河流 森林和洞穴搜寻 但都不见死者踪影 搜救行动一直持续进行 直到警局接到一名 参与搜救行动的居民来电 只在南都公路水潭 发现一具遗体 家属一具纹身 认出死者身份 警方检查了遗体后 没有发现任何刑事成分 遗体已经送往 家央端姑法侠医院 进行解剖 沙巴劳工局 劳工局在今年的1月到3月里 一共展开103次执法行动 撤查了468名雇主 开当调查的案件有266例 其中58例被当局开出法单 总额为17万4千令吉 沙巴劳工局就业服务部 助理总监 Othman Abdullah 透露 当局发出的罚单 涉及多项罪名 包括雇主 未能出示员工的工资单 和新雇主登记 当局在3月推出教育活动 除了教育雇主和劳工之外 也为劳工问题提供咨询服务 教育活动是由沙巴劳工局 和雇员工基金局联合举办 多达200名雇主参与 多达200名雇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Pendaftaran kemasukan menggunakan MySejahtera masih diwajibkan tetapi dikecualikan untuk kawasan terbuka yang tidak sesak dan tiada perhimpunan ramai tambahan pula MySejahtera MySJ Trace diwajibkan untuk tempat tertutup yang dipenuhi tetamu ataupun pengunjung 以上是季节新闻的内容 我是拉斯达 感谢收看 Salam gola go Malaysia 我们再会